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佩洛西和财政部长姆努钦的谈话不是很顺利 在今天下午谈了45分钟之后 两人计划在星期三恢复对话 他们试图解决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 包括州和政府的资金 失业津贴 为学校提供的资金 和责任保护的资金 这说明在大选前是没有任何希望了 但是他们的助手对谈判的进展表示乐观 由于大选前的时间已经不够了 所以在国会选举后 任何提案都有可能通过 今天的结果就是这样 在大选前没有任何希望 大多数的共和党议员都在推迟交易规模 对1.8万亿至2万亿美元左右的任何报价都不满意 尽管如此 麦克纳尔周二公开表示 也就是今天说的 如果佩洛西和孟努钦之间达成这样的协议 他将把法案付诸表决 但是他没有指出这样做的时间表 许多人认为任何协议最终都将拖延至大选之后 好了 大家洗洗睡吧 拜拜